每季都有大量新馬加入戰團 當中未曾出賽的自購新馬 以及來港至少跑過一場的自購馬 馬會每逢季尾都會以最佳新馬 最佳四歲馬等不同獎項 表揚當季賽職優秀的新馬 領設有優異成績特別獎金計劃 香港國際馬匹拍賣會新馬獎金 鼓勵有名下新馬勝出 高班賽以至大賽的馬主 有別於PPG PP一般較高分起步 不容易以評分飛升 取悅廣大的馬米 不過今季仍然有超級軍團 跌倒優質PP吸引眼球 第屬方加拍馬房的超級軍團 近月越戰越勇 兼斜跑法機動靈活 天生一副打仔格 已經晉身成為一線長圖馬之列 超級軍團早前火柏女神 和潘明輝 分別攻下菊草一月杯 以及田草百周年紀念銀瓶 榮英三級賽雙鳥盟主 超級軍團拋離後面對手 大約有一個新米捧走一月杯 歡欣復星第二 第三米 前面偷出馬 見到外面位置 勇猛神區蓋上來 紅眼爪飛輪閃耀 中間位置還有一隻超級軍團 塞入便追 還有一隻九寶 最後一百米 超級軍團中間 外面勇猛神區 相當接近 埋便位置 上場挑戰之一 香港金杯 六敗可以理解 接近終點 香港金杯得主 將和 拋來贏 跑第二名 這隻馬首季在香港服役 暫時九箭 三冠兩雅兩電 最新評106分 肯定是今季最佳PP之一 年尾國際賽 香港杯或評 都是他的杯茶 高扣少爺仔 早前三年勝千四米 上場增程敗走千六米 仍然跑到第四名 接近終點 加州十大外面 蓋上來贏 他騙 目前四歲當打 前途可說無可限量 已經被納入今季成功PP之列 至於日前 在谷草 打向香港服役頭炮的 上上有餘 早熟兼斗心十足 屬於現役三歲PP表表者 這兩邊打上來做爭友 接近終點 中間常常有餘 加州星球和浪漫勇士 都是今季出道的新馬精英 同被譽為今年的打比台主 其中一匹 一旦攻下三月二十號的打比大賽 就是很有機會奪得 今季最佳四歲馬大獎 尤其出身本地拍賣會的浪漫勇士 根據歷史意義 當然與他們同場跑打比的都靈太陽 發財先鋒 爆裝自威 多巴先生 黑桃火箭都是實力分子 亦有條件揚威打比 從而問頂最佳四歲馬寶座 最佳新馬某程度各花入各眼 但只有季內出道的兩歲或三歲新馬 才合資格競爭 以最近情況計 文購金鑽貴人非常吸收 本身暫時兩出兩勝谷草 姿態鬆容不迫 有機會一直保持不敗 不妨拭目以待 旅購的包裝必勝 是匹三歲澳洲PPG 2月20日初出即贏 表現絕對不簡單 因當時一口氣鬥人多匹對手 盡顯本身戰異強盛 往後有望扶搖直上 第四位還有超越名區 接近中點第一名 另外精選威和澳遊氣泡 都是表現較為突出的三歲自扣身馬 性能各有不同 評分肯定不乏上升空間 歸內同樣可以增添頭馬 給視聴一下 BGM